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要挂李医师的号 不管在嘉宜或是台北慈悸 要半年了这么多 像我们把这个预约时间缩短 所以事实上挂到就是下个礼拜可以看 这样子啊 但是要挂到嘛 是吧 挂到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膝盖有毛病这么多呢 这个我们有一个统计啊 超过40岁的人膝痛 占了一半 有一半的人膝痛 我以前偶尔也会痛啊 是 事实上这个原因都一样 超过40岁医院已经退化老化 医生都要讲 因为同样的问题 40岁以前因为这个造了骗子 软骨还没有显现被破坏 所以大部分都会被诊断是运动伤害等等 这些肌腱炎啊 冰骨外偏 年轻就运动伤害年老就退化 但是同样这个问题到40岁以上因为软骨已经多少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骗子一造就会发现软骨有变窄的现象 那就会被归类成退化 因为医界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 为什么软骨会破坏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迷失 在医界有一个习惯 就是找不到原因或者还不知道原因的 就说是你退化 这是最容易讲的 是是 很多都这样退化退化 说以前没有啊 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嘛 那怎么办呢现在有了 是 那 所以40岁以上一半以上都有 都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痛法就是对不对 到底膝盖有毛病有哪几种 可能性 或是哪几种现象 其实最常见到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伤害 伤害造成外伤等等外伤造成的 比如说关节里面的半月软骨破损啊 或者是韧带撕裂 断裂 前时韧带 后时日韧带 侧韧带 受伤等等 这些受伤的占蛮大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第二类就是全身性的疾病 去影响到膝关节 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雷凤氏 或者是一些代谢性的 比如说痛风 里面有这个尿酸的结晶 引起这个发炎等等 那比较少见的就是外界的细菌入侵 偶尔会碰到 细菌入侵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这些零零种种的这些 已经知道病因的只占了这些 悉痛病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十 只有其他百分之九十 按弄 基本上就被归类成退化 就会 进入这个 主流的所谓的退化性 膝关节的治疗的一个流程 就是拖延嘛 拖延因为认为它就跟我们年龄一样啊 自然的老化 所以只好 所以我们 拖到最后就换膝关节 我们以前都很习惯 传统的骨科教我们的习惯 跟病人说 你这个关节已经退化了 我只能教你一些保健 或者减轻疼痛的方式 但是它软骨不可能再生 它还是会继续坏 所以你就等到全部坏光了 再回来找我换关节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前习惯的一个 治疗方式 因为你这本书有很多迷思 你特别讲说 软骨不能再生 其实是可以再生的 并不是不能再生 没有错 其实迷思最大造成的原因 就是退化这两个字 因为退化就不可能 reversible 那十二个我提出来的十二个迷思 其实源头都是因为退化这两个字 造成的一些错误观念 比如说 那个年轻人不会得到这个问题啊 或者是软骨不可能再生啊 等等 等等都是因为认为它是退化 所以产生这些迷思 所以其实不见得是退化就是了 这真的退化有占多少你的经验 我还是要讲退化这个是一个笼统的讲法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软骨它本身是无辜的 不是它在老化 它是被破坏的 那只是说这百分之九十的破坏原因 因为我们医界还没有一个定论 那我在三十年前偶然发现的 对你怎么发现的 你说你在欧洲什么车上 那时候是因为发现之后 在欧洲车上在想说我要怎么证实啊 那个发现是在一个病人的身上发现的 大概三十年前吧 那时候也没有男二高 还很落后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嘉义的一家医院 地区医院 那这个老父是住在屏东 所以他就很辛苦的 提着大包小包到我的门诊 一进来就说 医师我的关节退化了 听说你的人工关节换得很好 我准备来给你换关节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农保 那时候还没有健保 是农保时代 我们必须要先申请 就比如说要换关节病人 我们要把他的片子寄到 这个保险局那边去给医师审查 通过才能够换 所以这个中间大概会有 一个月的时间的delay 那时候是对这种病人 我们会用一种方式 就是用关节镜 进去把它清洗 就像以前那个 早期眼科流行洗眼镜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就建议他说 你这个片子看起来 并不到真的需要 一定需要换的程度 既然你已经准备要住院 是不是就 我帮你先用关节镜 冲洗 清洗一下 大概会舒服个半年左右 那他就答应了 结果就在事实上这种手术我做非常多 在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做 结果在他的关节镜 竟然发现这个隐藏在角落的一个病灶 是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形容的 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 而且就很直觉的把它清除掉 因为我发现这个构造 对侧的软骨被磨了很多凹槽 所以我就把它清掉 这个构造我们医师都非常熟悉 叫做内侧皱壁 但是呢 之前没有人报告过 他跟所谓的退化性膝关节有什么关系 那因为我观察到 他造成的这个软骨病变很特别 所以就让我注意到他 所以在 那个病人隔天 他症状就完全解除了 而且在后续的追踪 他就从来没有再提说要换关节 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病例 我脑海印象非常深 所以在往后的一些做关节镜的病人 我就会特别去找 因为他躲在角落 特别去找他 找出来 因为在一些文献的报告 他发生率 发生率从百分之十几到九十几 都有人报告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 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找他 他事实上都在 不大就是了 对每一个人都有 尤其是 所以出生就不在培胎就有 出生就有了 出生就有了 问题是在退化的病人 他关节会非常紧 他躲在角落 除非你技术很好 你刻意去把它找出来 你才看得到他 但是他躲在那里破坏软骨 所以就是这个很有趣的 那人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 就像我们的蓝尾 是啊我也想到蓝尾 就像我们蓝尾就是 就是一个发育过程 它流下来 残影流下来 因为这个皱壁正好 它的位置 跟软骨会产生一个摩擦 叫做内侧的摩擦现象 所以我就花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去探讨这个之间的关系 因为科学必须要验证嘛 我不能只是假说 但是别人说 你没有对照主就麻烦了 因为你不能跟病人说 你等三年都让我来实验这样 对对对 所以医界现在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你这本书 有迷思的解释 有医界的可能一些误解 在这本书都讲的很详细 事实上对 在民众推广是反而比较容易 那医界很困难 因为通常一个新的理论出来 它必须要经过同财的审核 尤其是这个退化性吸管前的 这个治疗流程 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 非常rigid 非常坚固的一个理论 都是这样做的 都是这样做 所有相关的药物等等 也是根据这样的 所谓的临床指引去发展出来的 就类似于火车 往前跑 你要让这么重的火车 转向是非常困难 人家里没错了 就是说医生 医生因为他训练 而且医生都觉得自己 不错 所以不太愿意听别人的话 经常这样 我有个医生朋友 都中风了 嘴巴都已经讲话 他带来跟你讲 你搞得到医院去 他问他 你医生还是我医生 后来果然是 动了手术 他就不听啊 现在再回来 我是赵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视频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吕少瑞医生 他的新书 自己的膝盖自己救了 那 这里面很有趣的 很多事情 比如像昨天 我一个朋友就来问我 昨天就说 我怎么最近膝盖很痛 我每天都骑脚踏车运动 我说 吕医生的书里面说 脚踏车对膝盖 脚踏车不对膝盖很好吗 很问候吗 我快把你的书拍个照片给他看 说脚踏车不好 另外游泳 这个 你也讲说 挖式其实可能也对膝盖不好 但是我们都觉得 医生常常讲 游泳是最好的运动啊 因为没有地心引力啊 没有阻抗啊 等等等等 所以吕医师这本书也提出来 哪些运动是好的 哪些运动可能对膝盖 会造成伤害等等 他这个 比如说 他主要说 就跟膝盖弯曲的程度有关 30度之内就比较好 超过30度就比较不好 是是是 那刚才讲的 这个游泳 骑脚踏车 事实上不能怪他 因为这个确实是医界在推广的 尤其是去看了医生 不管是骨科 或者是腹肌痕科医师 或者是家庭医师 就会用传统的观念叫病人要多做不负重的运动 不负重就直觉想就是游泳跟骑脚踏车嘛 事实上这个我们的发现是跟摩擦有关 尤其是角度 像游泳的话是要知道有什么事 或者要怎么游 自由是 其实你只要是标准的姿势都可以 那比较担心是不标准的 比如说挖式 尤其是挖式 你在踢腿夹腿 是脚是伸直出去 这个是不会伤害 缩腿的时候会夹到 会摩擦到这个坐壁 所以你在换气的时候 很多人在换气会紧张 那个脚缩得很快 就是那个动作会伤到 因为事实上说收腿快 但是夹腿快 收腿慢一点不要太急 因为夹腿 主要是靠夹腿的力量 主要是靠夹腿 自由式的话 因为就是打水 打水是 我们学过游泳都知道 教练教我们大腿带动小腿 这样的话就不会上膝 有些人就膝盖这样 弯了很多 那个也不好 所以膝盖不要弯就是 所以要注意这样的一个 爬山上下楼梯是都一样 对 上爬山上下楼梯 坐起来站起来 一般的迷思也是 意思是说 你膝盖退化 你最好搬家不要住楼上 或者你不要爬山 不要那个等等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而是你要知道怎么爬 你不需要搬家 你还是可以爬楼梯 你喜欢爬山还是可以爬 但是就是要知道 你在弯曲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动作要慢 就弯曲那个动作 脑子里要有那个摩擦现象的图像 我们在这个网路上都很多这种影片 大家记在脑子里 就是弯曲超过五十度左右 然后坐壁就有可能被夹到 就像我们吃东西要小心不要咬到舌头 我们咬到舌头 坐壁就类似被咬到 但是舌头不可能把它弄掉 所以你就是要跟它和平相处 小心 也就是说比如登山啊什么 就是第一个你说也不用直 要稍微有点趋 稍微弯曲的走 你就不会有那种伸直弯曲伸直弯曲 就不会那么大 你可以保持那个 大家可以试试看爬坡 膝盖弯一点点 你就可以保持那个角度一直上去 完全不需要有 有那种伸直弯曲的动作 上下楼梯也是一样的意思 也是一样 是那 讲到皱臂了 因为你整个观念 就是中心就是因为有那个皱臂 皱臂到底在膝盖哪里啊 在膝盖的膝盖骨的内侧 内侧 内侧 内侧大家应该都可以摸到膝盖骨的内下方 有一个凹槽 你如果用力去压的话 会觉得酸酸的 就是这个凹槽这个地方 这里 okok对啊 压着有点酸酸的 会有点酸酸的 那个构造就是 这里啦 膝盖的这里 是是 膝盖骨内下方 是 是 皱臂长的那个地方 它 它事实上最 最容易发炎的就是这里 事实上它是从这边到这边 这样一条 所以有一条 就像我们的表带 卡在那边 ok 那为什么有人就会磨到膝盖骨 这就不会了 我们的研究就是发现你年轻中年的时候 你的工作或者家庭环境 需要弯曲膝盖越多 或者要弯很快 或者要弯很久 就这三个原因 会造成这个内侧摩擦现象会比较多 那这个皱臂 就会从本来很薄 就变厚 就会重复发炎 你每次被夹到 它就真厚 就纤维化 就更容易摩擦 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那另外当然跟它大小也有关 你出生它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大的 我们有分成三个不同类型 从最大片中小分成三个类型 跟这个大小也有关系 每个人不同 也有关 左右角也不尽然相同 大小也不尽然相同 那我比较不解决 因为你在推广这个概念 或者是你的治疗也那么久了 你的这个学生啊什么 其实很多也在推广 那这么多年 然后你的病人这么多 那为什么就 其他的医生就不能够 来看看或听听呢 事实上我在医学会 你的论文我看已经在国际最重要的这个期刊 所以就发表了 已经有16篇了 其中8篇是基础的研究 就研究这个道理 另外8篇是治疗的成果 事实上已经蛮完整 我也写书的这个chapter 专章 最近也在又另外写一本书的chapter 那我是觉得在专业领域会比较慢 但是慢慢还是已经慢慢有 有推广了 所以我在推广分三个阶段 前十年是最困难的 那现在已经慢慢的医界也慢慢有在接受 那重点还是一样就是因为传统的观念 医师都习惯了 习惯很难改啊 而且呢这个关节镜手术 并不是每个骨科医师都会的 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骨科医师 会用关节镜来治疗这个疾病 其他的骨科医师训练 大部分都是直接换 或者是结骨啊这样的 比较大的动作 所以通常比较资深的医师 他很难学新的技术 因为这个一个学习curve 刚开始会失败 所以比较有名的患关节医师 他大概就很难重新去学这样的一个手术 所以种种原因很多原因造成 刚刚您讲的这个在异界比较 尤其骨科界比较难推广 所以我看现在就是有问题就叫你 这个要不然就吃一点什么那些 那个什么 或者是打 玻尿酸啊什么打或是PRP啊等等 要不然就是运动 训练那个肌肉 那就看会不会好嘛 那不会好就慢慢等退化 到最后不行就换 换系换系就变成这样 我们秀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实际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吕少瑞医师 谈他的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那吕医师的病人很多了 那他也解除了很多病人的痛苦 而且不需要一直到患关节的那个地步 那这本书的有趣是 第一个他图片很多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图 不过一般人不见得看得通过 不过至少有图片 而且你还有解释嘛 那另外就是有告诉你迷思 关于退化性膝关节炎的十六大迷思 然后呢 这个然后运动大概怎么运动 另外呢保健有哪些盲点 所以一般有十个盲点 那另外还有误解 医学界的误解 这边也有了四个误解 那另外还附了十个病例在附入 所以其实蛮详细的 那关于这个迷思 我就我也看了一下 就是说稍微讲一下 这个 这边有说葡萄糖胺软骨素 到底能不能 能不能减缓膝关节的退化 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说 葡萄糖胺软骨素可以到底怎样 葡萄糖胺这个议题已经非常久了 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就曾经听到您 在广播节目在讨论这个健保给付这个事情 那我也记得我学生时代他就开始有了 那事实上有关所有这些吃的或者是打的 就是因为认为这个疾病是退化 没有办法治好 才衍生出来的吃什么补什么 我缺什么打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说我已经知道他并不是这样 他是一个疾病的话 我就不会想用这些方法在拖延病人的病情 为什么我说吃这些是拖延病情 因为这些吃了或者打了 暂时会有消炎止痛的效果 大家要知道这个软骨本身他没有神经 他没有感觉 所以并不是软骨缺损就会痛 而是关节囊发炎 关节囊就是主要是这个皱壁周遭的关节囊 或者是外侧太紧 关节囊在发炎才痛 所以你接受这些治疗 过几天就缓解了 那真的不是软骨再生 是原来发炎的组织消炎 但是我们知道疼痛是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一个警讯 告诉你我这个部分有问题了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身上的闹钟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 用这些方法是不是就是把闹钟关掉 把他拆掉了 你反而以为没事了 还是一样照你原来错误的生活方式 生活行为 你还是一样弯了很多 弯了很快或者弯很久 上班族还是坐很久都不动 上班族坐着那个膝盖就是90度 这个就夹住那个皱壁了嘛 所以就等于说在我看来 因为我已经知道病因了 知道病因他就是一个疾病 不是一个退化的过程 如果是疾病我们就会有三个阶段 一个是酝酿起因的时候我们要预防 我们就应该教病人怎么预防 预防软骨破坏 那他不幸已经被拖延到临床期 已经到第三期 软骨开始破坏到已经开始变形了 这时候就要赶快用关节进去把这些破坏的因素 把它处理掉 如果是到残障期要换关节了 我们换的时候也必须要把这个病因也一并要拿掉 才不会造成有些病人患了关节还是一样痛 还是一样很紧不舒服 所以重点就是知道这个病因 我们整个治疗理念就不一样 那如果用这样来看的话 如果某个医师他只是给你吃药打针 而没有告诉你是这些原因在破坏软骨 等于是在拖延病情 因为我们看到不少被这样拖延到 来找我们已经太迟了 本来可以用关节进的就必须要换关节 已经歪了 或者是他第三期也拖太久了 已经歪到一个程度 我们即使用关节进也 挽救的几率也降低了 这个我常跟病人比喻 就是说一个手表戴在手腕 你原来不知道皮肤是被他磨破的 事实上是被手表磨破的 那你知道的话就要赶快把手表拿掉 或者是你要小心你的动作 不要去磨到皮 但是你不晓得一直磨 磨到太深了 即使我们帮你把手表摘掉 那个已经磨到骨头就长不起来了 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要早一点知道 所以我们甚至我还出了一本绘本 我记得你也讲过 希望在年轻小孩子就灌出他们这个观念 因为膝盖是一辈子的事 那葡萄滩软骨酥 另外最近比较流行注射泼尿酸 还有自己抽什么血小板做PRP 到底有没有 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 泼尿酸它也是我们软骨的成分 就认为说打进去会增加软骨再生 它也有润滑的作用 那事实上在文献上已经证实 它并没有让软骨再生的作用 各大医院的结果 对对对对 这个在书上都有讲 那PRP就是又是一种新的 它事实上现在也只是证实它有消炎的作用 它生长因子浓度很高 但是也没有长期追踪它能够让软骨好起来 那旧其原因就是因为病因都在 那个摩擦现象引起的诸多破坏软骨原因 没有先除掉 这些方法等于说就很像这个墙壁漏水让油漆掉了 这些东西只是这个补土或者比较好的油漆 漆上去可以比较耐久 那事实上这个漏水你没有把它处理 没有处理的话它将来还是会破坏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 咒病引起的相关的病变要先治疗 再加上这些方法这样才是合理 那咒病要拿掉有问题要拿掉这个手术有多困难 这个在医界也骨科界产生很多误解 大部分的医师不求圣洁 就认为我讲咒病就以为说 哇这个咒病切除是最最最最简单的手术啊 连总医师都会啊 那问题不是这样 不是把它拿掉就没事了 因为它今年累月的发炎产生关节变紧 所以重点是后续的放松手术 就是不正常的东西拿掉之后 我们要根据病人病人里面的压力 大小去调节它里面的松紧度 这个才是重点 怎么调节的 比如说你刚刚讲说 关节间隙太紧把它松 我们就要做一些放松的手术动作 但是你也不能放松太多 也不能放太少 所以我碰过很多其他地方处理过的病人 可能这些医师就看过我的paper 也去做 也没有实际来学 就等于只懂一些皮毛 结果反而病人开完刀结疤 造成更严重 变成更紧 所以我要花更多时间去处理 这些别的地方处理过的 比较复杂的一些病例 那你刚说有三个阶段 那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该怎么办 就是还没有到药 第一个阶段就是酝酿期 任何疾病都有酝酿期 但在这个阶段 我病人怎么知道 我已经开始酝酿了 会痛吗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这个构造 所以应该是 每个人都要有这个观念 就是所谓的智慧 呼吸三加三 因为我是推三三三 第一个三是三个治疗对策 三个治疗对策的 第一个对策 就是针对刚刚您讲的预防 所以第一个对策 就是智慧呼吸三加三 这个三加三 就是后面那两个三 那第一个三 就是日常生活的三个原则 就是针对摩擦 你就是少摩擦 所以很好记 就是少弯 那不可能不弯 要弯的话就要慢 就慢慢弯 另外第三个就是不要弯太久 这是生活三原则 三加三 第二个三 呼吸三运动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直抬腿 直抬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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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面勾 直抬腿是为了练这个大腿的力量 肌肉 大腿力量要够的话 我们前面讲的你要慢慢弯才有可能 比如说下楼梯 就做下去了这样 对对对 是这样吗 对 然后把它撑住 撑上到十 然后再慢慢放下来 重复做十次 十次 然后再换另外一只脚 那一天做几次 一天只要三餐饭 三餐饭吃完 ok 就做一下 各三十下 对 这是第一个动作 就练肌力 第二个 那第二个跟第三个是要让膝盖灵活度 就是要有一个电的是吧 压这里是吧 压膝 压膝 你把脚 要有一个电 脚在地上 事实上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压 就是要把膝盖压直 让后脚 后脚筋把它放松 ok 那另外第三个动作就是暴膝 暴膝 暴膝就是要让前面的肌肉 整个把它拉松 是这样暴吗 原则上就是 双手尽量靠近脚 脚踝 这样力量比较省力 比较省力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标准的话 脚跟要能够放到椅子上 这样才够 够松 很多已经长期吸痛的人 就没办法 就拉不上来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要忍痛 慢慢慢慢的 很多人会说 那你这不是矛盾吗 你说不要弯 然后现在又叫 大家要报夕 那重点就是 你要了解要慢 在你控制之下 因为你做着 是你的控制之下 并没有负重 负重之下 你慢慢的弯 这样是不会伤到 好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神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了 吕少瑞医师 他是大龄慈激医院 他们有一个叫 国际膝关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 那他在台北也有 一礼拜一次是吧 两个礼拜一次 在那个新店的慈激医院 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那刚刚他也跟我们讲这个 吕医师介绍 呼吸三个运动 不过说实话 运动都很简单 但要恒心 有时候我们一时信息 坐坐过来就忘了 没有继续做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构想出来的 这三个运动 事实上就是最简单 最容易做 而且就坐在椅子上 就可以了 是是对啊 你刚讲那个 暴息就是这样 放在椅子上 拉进来这样 是 那 所以这个我讲第一阶段 那我的意思是说 一般人怎么知道 他如果都没有痛 他根本不会去注意到 去保养嘛 他怎么知道 还是说每个人 都要第一阶段 都要做之间 还是他有什么症状出来 事实上 只要症状出来 你发现就可以了 通常的症状 第一个当然是疼痛嘛 疼痛 大概就是疼痛 那第二个就是 膝盖紧 变得比较紧 紧绷 那有些人说 我走不久 走不久 那有些人会觉得 我坐久了起来卡卡的 或者半夜要起来 也是卡卡的 主要就是这样 僵硬等等 所以当发现 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想想看 如果你并没有受伤 也没有很多其他特殊原因的话 就先试试看 我教的这个 智慧呼吸三加三 绝大部分 就会完结了 就不必急着去 因为现在去找医师 他大概就会 如果你超过四十岁 他就会跟你说你退化了 然后就会把你放到 那个传统的那个 track里面去了 有些人听到说 听到我的关节退化 没希望回家会哭一个晚上 对 对 也会碰过很多年轻的病人 最年轻你的病人 大概几岁就会有这些问题 十几岁 是为什么 因为皱壁就是从小就有 但是 这个事实上 他的疾病的名称 叫做内侧摩擦症候群 就是因为这个摩擦现在造成一组症状 所以事实上从年轻 从小就开始有 最小的在十二岁都有 可能他天生也比较 大一点也许 那在论文的 这个杂志的 这个论文报告也有 形容一个小学生 他坐校车去旅行 结果回来的时候就是膝盖腫起来 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坐的时间太久 在车上坐的时间太久 所以我们坐一段时间 应该站一下站一下这样 不好意思坐着 要动一动 去上班主 每天坐的那个地方 对我是提倡大概半小时 要起来走动一下 半小时 是 那刚刚讲 第一到第二期是 护膝保健期 第二期到第二期是关键期 没有办法第三 第四到第五期 或者前两个堆失效 才变成间接手术 那关键期该怎么办 就运动完了 发觉还是不行 或是怎样 这时候就要找医生 而且最好是要找到 比较有这个观念的意思 今天有这个观念的意思 有多少 有真的到我们医院来参加 所谓的进阶课程 我的课程有 基本课程跟进阶课程 基本课程就一般的演讲 一天的 或者两天的演讲 参加过初阶的 就可以来参加进阶 进阶就是到医院来 看我的门诊 怎么诊断 怎么分歧 怎么开刀 那参加过进阶大概 国内有二十几位 二十几位 分散在不同地方都有 这是在我们的官网 都可以查得到资料 所以他们也有 执行你的这种做法 所以如果说找了这些医师之后 他应该会给你详细的检查 去看看你的急速 我们软骨被破坏分成五期 一般临床期大概都是第二第三期 那严重的话就是四五期 四五期就必须要矫正骨头了 就是到那个我们讲精准 关节整形的阶段 看严重程度 如果全部都坏了 当然就要坏 全部换 那如果你只是部分坏 或者角度太大的 我们有看你的年龄 跟你的生活习惯 或者工作的情况 去选择是要做结骨矫正呢 还是要做微重剑 就是放那个部分的人工关节 有这两种 那如果你来的还比较早 还没有到必须动到这个 这个整形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我发展出来的 关节径的再生促进手术 到里面去把所有破坏的因素都找出来 把它清除掉 那根据我长期追踪的经验 大概平均有百分之八十的机会 可以挽救 挽救的意思就是将来 可以不用换关节 这软骨它可以稳定下来 如果你及时接受这个 关节径软骨再生促进手术的话 是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 那最近几年那个再生医疗 最近立法院也通过了 所以这个细胞治疗 我一直在等 这个细胞治疗合法之后 我们去年申请过之后 有一年的时间 已经有六十几位病人来接受细胞治疗 所以在做完这个关节径软骨再生促进手术 把里面的大环境整个整理过之后 再加上细胞治疗 我是预计它可以得到更高的成功率 就是那个百分之八十的挽救的机会 可以更提高 细胞治疗什么治呢 细胞治疗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干细胞 因为大家知道干细胞 它可以分裂成身体各种组织 在膝关节来讲 我们需要的就是软骨 软骨组织 就因为软骨已经被破坏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干细胞 那干细胞的来源很多 那其中脂肪干细胞是跟我们关节径手术配合的最好的 它不需要额外的伤口 只要在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把关节里面的这个脂肪稍微抽出来一些 那个生剂这个厂商他们就有去培养技术 可以把这个少量的脂肪里面的干细胞 纯化出来 然后经过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培养 培养到我们需要的量 那我们目前是采用这个大量的 就一次打个五千万颗干细胞到关节里面 那在国外事实上十几年前就开始这样做 已经有证实 用这样大量的这个干细胞打到关节里面 大概半年左右 然后软骨就可以看到它很好的修复 大概是这样 是 这也是另外一个 给病人带来一些新的希望 自己的膝盖自己救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是你的现场 我们现在红的吕少瑞医师 他的新书 时报出版出的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那你这边盲点 所以运动跟保健盲点吸 也有几个 跑步或班中会不会伤害膝盖自己盲点一 爬楼梯会伤害软骨吗 下楼梯比上楼梯更伤膝害吗 蹲跪盘坐伤害膝害吗 游泳刚刚我们讲过 七九二师刚刚讲过 甩腿又有人甩腿 那到底怎样 有的人说就干脆不运动了 有空就做着休息 另外是穿矫正鞋呼吸 另外足弓垫 也是足弓加个垫 那这些盲点要不要请吕医师 这个大致给我们说明 事实上这些盲点的源头 也是来自于传统的观念 传统观念 因为不知道病因 但是很多流行病学做了很多研究 就研究说 有这个问题的人 他之前是怎么样 他有哪些危险因素 所以第一个发现的就是体重 就认为重量 认为软骨是被重量压坏的 就叫你减重减重 事实上软骨啊 它是一个负重的组织 跟我们的骨头一样 所以理论上应该跟骨头一样 你越锻炼它它会越强壮 所以 所以它并不是因为重量去破坏它 重量破坏是在后期 所以前期是内部因素 就刚刚讲的 源头 就是内侧摩擦现象造成一系列的变化 去破坏软骨 所以 当这些软骨不健康之后 或者是开始变形之后 重量才是一个破坏 外部的一个因素 里面不健康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要了解这一点 所以 重点是要知道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 搬重物 或者是上下楼梯等等 跑跳 绝对不会伤害软骨 反而有人做过研究 终身从事三铁运动的人 把它做核磁共振 去量它这个软骨的体积 发现比正常人还要多 还要健康 所以 跑步 跟走路 是我最建议的运动 因为它是我们人类 自然的一个活动方式 我们膝关节 几千万年演变下来 它的构造就是适合走路跟跑步 但是如果说像爬楼梯等等 这些比较高弯曲度的 大家就要注意 像上下楼梯 网路上大家一查 很多医师或者附近医师会讲说 因为上楼梯是体重的五倍 下是七倍 跑跳是十五倍 就是这些重量把软骨破坏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这些间歇的压力 反而是让软骨更健康 因为软骨的新陈代谢 必须靠它挤压 它本身没有血液循环 所以要这样挤压 关节液才会交换这些代谢的东西 所以上下楼梯为什么会破坏软骨 主要还是因为弯曲的角度 尤其是下 下的时候 因为你在弯的时候是承重 承受身体的重量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就是弯曲的那只脚 是要承受身体的重量 所以当你的身体的肌肉 大腿肌力不够 就是你那个姿态腿练肌力 那个不够的话 你会突然弯下去 就是那个快速的弯下来 就会夹到这个周壁 相反的你上楼梯的时候 沉重的那只脚是伸直的 是沉重的时候是伸直 伸直就不会去夹到 就不痛 对 所以是这个道理是在这里 还是弯曲的 最好是还是弯曲 并不是那个 皱臂的问题 不是那个简单说 那个重量在破坏 是 我们现在一分多 是不是吕医师 我们做个结论 我想重点就是两点 第一个就是 退化性习惯前 并不是退化 这个大家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 软骨是会栽生的 它跟我们身上很多组织一样 是随时在更新 在新陈代谢 所以只要我们破坏因素 能够减到最低 它还是有健康起来的机会 这个我在临床上 每个礼拜都看到 一些实际的例子 所以请大家就是记住这两点 然后那个智慧呼吸3加3 就是靠自己来救自己的膝盖 那如果能够了解这个病因 然后知道这个3加3的话 应该就很少机会 需要到医院去看医生 那就算看医生也要注意 就是说不要掉入传统的 这种程序里面去 可以多问一些问题 有关今天听到的 是 好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吕赵瑞医师 这本书 那里面很丰富 虽然不厚 但是蛮丰富 你看我打了这么多折 很多地方都很有意思 自己的膝盖 自己就我时报出版出的 谢谢吕医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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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